台灣海豹部隊美譽的海軍陸戰隊 兩棲徵搜大隊 水中爆破中隊 傳出因為內訓 加擊不攻等因素 明年初將被裁撤 兵力將被打散 併入徵搜中隊 並更名為徵爆中隊 傳出此舉引發美軍顧問的質疑 三棲戰力一夕間恐怕將被瓦解 更離譜的是 包含實情兵 駕駛兵 文書兵 為了指令爆破加擊 將全數更改為爆破兵 水中爆破中隊從民國四十三年成立 到現在已經七十年 曾經多次深入敵營 執行特種任務 是國軍現在唯一一個 具備完整水面 水下空降三棲 作戰能力的特種部隊 但近年任務朝向 無人機針 查攻擊 快艇海上勤艦針 等方向發展 對此說法 相關單位表示 是涉及敏感機密 不便發表任何意見